这是2000年春晚舞台上朴树的表演 荡晚的他一副被迫营业的模样 全程吻默脸唱完了这首歌 这和身边满脸笑容的伴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歌曲落幕后 他头也不回地走下台 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也是最后一次 原本接到春晚邀请的朴树兴致勃勃勃地来到了演播厅 可就在听说要假唱之后 他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拒绝 于是在原本应该喜气洋洋的节日里 朴树全程黑脸 让导演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板为此痛骂朴树 指责他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不仅如此 公司上下都要为他在春晚上的黑脸行为买单 可即便如此 朴树的才华还是通过春晚舞台得到了曝光 接下来的几年中 铺天盖地的通告席卷来 让朴树一夜爆红 2003年 他发布了《声炉下花》 唱出了《过躁的自然》中少有的敬意 繁杂的娱乐圈 早已将他纯粹的音乐梦蹂躏得不成样子 于是他一心只想逃离这是非之地 坐直属于自己的音乐 一尘不染的音乐 他这一离开 便是十年 归来后 他仍然是那个纯粹的少年 2016年 朴树罕见地登上了综艺舞台 正当在场嘉宾都对他为何选择付出表示好奇时 朴树却倒出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理由 因为没钱了 说出这话时他一脸真气 满脸写着对音乐的向往 那时的他正在忙MV的拍摄 要想搞音乐 没有钱无疑是痴人说梦 后来他再一次登上舞台唱了自己的新歌 问他选这首歌的理由是什么 他耿直地说 要做宣传 的确 艺术家们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生存在矛盾中 既要搞创作 又要赚钱养团队 不过要想像朴树这样始终保持出心 出淤泥而不染 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其实这首歌呢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污点 就是最后有点赶时间了 我觉得歌词没写好 被翻唱爆火的Nubo 居然是朴树创作之路的一个污点 就在去年 房东的猫唱火了改编版的Nubo 懒洋洋的嗓音唱出了享受青春的态度 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但这首歌对于原创朴树来说 却一直是一个污点 他一脸认真的表示 当初为了感激 这首歌最后的歌词他并不满 朴树对待音乐的态度一直是认真严谨 对他来说 艺术就是他内心的一片劲动 1995年 朴树才22岁 他向高晓松致电 希望高晓松能买他的歌 说完后俩人约了时间 朴树只背着一把吉他来到高晓松面前 一连唱了好几首歌 高晓松听得如痴如醉 对这个年轻人很满 但他却很好奇 朴树明明有言有才华 为什么甘心做幕后呢 朴树还是一如既往的耿直 我觉得你们别航力人都特别好 都傻嘛 这个我自己要卖歌政权以后 我自己做一次 看着眼前这位心高气傲的年轻人 高晓松被逗乐了 于是答应帮朴树发歌 听了这句话以后 朴树乐开了花 空有一身本领的他终于遇见了自己的波浪 有了高晓松的保驾护行 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搞音乐 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紧接着 高晓松将朴树引荐给了宋客 朴树用一手那些花令宋客类留不止 就这样 他成为了麦田旗下的一员 同此 朴树的资源一路飞升 首砖就卖出了30万张的好成绩 并成功登上春晚舞台 眼见着自己在娱乐圈内名气暴涨 朴树却对自己纯粹的音乐梦想产生了担忧 因此 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2012年 韩寒登门造访 想请朴树为自己的电影写歌 可处在创作瓶颈的朴树拿不出什么作品 于是翻出了一些压箱底的谱子 韩寒从这里面找了一首最合适的静心填词 并请朴树出山亲自演唱这首歌 2014年 已经闭关十年的朴树 在台上用一首《平凡之路》正式复出 他退圈的这几年 行业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名利场中 像朴树这样纯粹做音乐的人少之又少 2016年 朴树出人意料地登上了综艺跨界歌王的舞台 和王子文和唱了一首《那些花》 在场嘉宾都和观众们一样好奇 向来不上综艺的朴树为何会答应来做帮唱嘉宾 朴树却坦诚地表示 自己最近缺钱了 本想借奇遇人生这档节目的机会 跟着节目组去国外散散心 没想到出发前他突然觉得身心疲惫 也许是外界的环境过于纷扰 他只想回到家里安安静静地待着 因此在见到主持人阿雅的那一刻 他就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来到补巴后 朴树全程都在附和他人 出了简单的打招呼 多余的话根本不想说 或是懒得说 他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心桥 只想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 一直到乘坐摩托环游古巴的那一刻 他才终于松弛下来 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脸上也露出了自然的笑容 很多人都说朴树归来仍少年 其实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他的父亲朴祖英是北大教授 是位国家做贡献的物理学工作者 在这样不一般的家庭中长大 古树很早就对生活和事业 有了清晰的定位 正因如此 他才能小心翼翼地 呵护着自己的音乐梦 并一步步地实现它